早安 現在要出發去水上市場 今天是包車 今天會去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單人沙朵水上市場 第二個是美工鐵道市場 距離曼谷大概要開車一個小時半 今天會選擇用包車的方式是因為 那邊的交通不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包車是最方便的 而且你可以在車上睡覺 然後就到了唷 抵達了水上市場 好恐怖喔 還有遮陽欸 很方便 有沒有想要買的東西呢 這邊有一些東西可以看 還有撥碗小菜 還有撥碗小菜 嘿嘿嘿嘿 哇好酷喔 喔好酷喔 喔好酷喔 今天到水上市場 我的司機剛剛送給了我這個椰子汁 我之前來泰國的時候也有來過一次水上市場 但是已經是好像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我記得那一次我同學來的時候 因為船速太快 然後買東西買一買 人家找給他的錢拿不只給就飄走 就飄走了 這個柚子也太大顆了吧 這是早有推薦的超級好吃 我推薦給你們 這樣一碗40塊 怕熱的可以吃就可以了 現在到了鐵道市 車子即將就要進來了唷 大家都在等那個火車來 現在來跑去那邊拍照 快到了 快到了 嗨 哈囉 現在火車就在我的後面 然後在旁邊就是市集 大家都站在火車的鐵軌上面 在這邊拍照 而且這火車真的超近的 大家都開始紛紛的在拍照了 非常非常的有趣 非常非常多的人 是一個很熱門的景點 旁邊也有賣很多東西 那些吃的 超多外國人在這邊看 你好 他有賣菜 這些全部都是放在鐵道上面 所以他們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要把這些全錄都拿起來 還好一天的火車不會太多 我沒辦法說 鐵道上欸 太酷了 他們那個GOLO滾可以折滑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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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麼急 然後火車就在我的旁邊 超級 就只有一點點空而已 一直在這裡 鐵道旁邊有一個專門 是那個 是給觀光客來吃飯的地方 真的超級 然後下課也是 其實可能還要貴一些 我今天點了一個傳形麵 因為他最近拍在那個高雄 所以我要先來吃吃菜 泰式奶卡跟 芒果冰箱 來泰國我們一定要記得自己產業 它的味道有一點像 有一點味道 但是又加了豬身 所以它的味道是更猛 在水上市場沒有 我是選在鐵道市場的美食 因為這邊是店面 所以稍微貴一點 如果你在路邊看到水上市場的價格 你覺得合理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喔 那今天就結束了這一趟 愉快的泰國之旅 和水大美食用 接著賣陶箱 來吧 如果大家弄一下 帶點消息 連星副物都只能鑽 回忍 然後就讓你拒絕 卻來打了 不然 在那邊 要去 到這兒